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的幸福加油站要带大家去哪里呢? 请小伟来告诉大家 首先我们先到Google的搜寻页面 那进来之后 我们就是搜寻886point或者说是订阅下一个旅行 那我们搜寻886point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Google的搜寻页面 第一个那就是886point订阅下一个旅行首页 那我们就点击进去就可以进到我们网站首页 那进来之后我们这边有一个热门定位点 热门定位点我们这边 第一个就是走访巴拉庄2018古王争霸站 好我们再点选进去就可以进到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 好没有错今天我们就是呢 要带大家呢来走访巴拉庄 为什么会定位这一个旅行是因为2018客庄12大节庆 刻骨明星古王争霸站 那在我们的首页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下的主题就是走访巴拉庄2018古王争霸站 它其实这个地方呢算是一个 这个活动啦应该是一系列的 首先其实会有两大的活动 那我们的定位点呢就是根据这些的活动 举办的一个场地 来帮大家做一个定位 然后让大家呢 可以透过这个我们点网的地图 然后到达活动会场 那第一个呢就是 我们的瑞穗 向的复原国小 它这个地方是 报名参加打鼓比赛竞技的地方 其实从100年开始起 我们花林县政府呢就 然后主办然后由 互原社区来协办的这个国王争霸站 大概 每到7月的这段时间呢 大家就会不约而同的来到了我们 瑞穗乡的互原社区的巴拉增 参与这个国王争霸站 那发源地其实就在这里 那其实它是有一个 历史文化的渊源 当地有一个 保安宫 就是侍奉主神 就是 城隍爷 它这个地方 因为大家在 庆祝城隍爷 圣诞的时候就是会用 古阵 绕境的方式 那形成大家就是 有这种打鼓的风气 这就算是一个 地方民俗艺术的 一种传承 巴拉增的国王争霸站呢 它不同于其他的 古艺赛事 它是以 在地人力打鼓记忆为中心 那它除了呢 需要基本的那种 古艺技巧之外呢 因为在选手身高还有体力不一致的情况之下呢 它其实更需要具备相当大的一个配合度跟团结力 那在经过武术的练习才能够很稳固的去 抬起它的那个叫鼓 然后使得这个鼓手呢 敲响一声声震撼人心的鼓乐 所以其实呢 在竞技比赛的时候呢 大家也可以去感受到呢 每一个团体它的凝聚力 所以他们在练习的时候也相当的不容易 副院国小呢 它举办的主要的活动 是在举办 就是尬鼓竞技 还有客家产业嘉年华跟浩克小学堂 那我们呢 在这边有 Po我们的主办单位的官方网站 大家可以点击进去呢 看一下相关类似的讯息 好那我们回归到我们自己点网里头的 复原国小这个地方 这里我们也有做一个介绍 那另外呢 也有告诉大家那个接驳车 那这一个我们要去看什么呢 在今年呢共有12对的社会组 跟15对的学生组 来互相的比赛 里面呢 也有客家产业嘉年华 展示了各式的客家特色商品跟美食 活动的时间跟地点 我们请稍微来介绍 好活动的时间是7月28号 星期六上午8点半到下午5点 那地点就是瑞瑞香复原国小 在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个接驳车的资讯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等一下再一遍来介绍 我们今天的文章呢 在Po的时候呢相当的不一样 以往我们都是 一个定位点 然后一张地图 可是我们从这一次开始呢 我希望就是我们每一篇的文章所定位的每一个点 就是帮大家定位一次的旅行 所以每一个点呢都可以在 等一下呢 我们会跟大家介绍 我们的地图该怎么使用 你只要一看到这张地图 你就可以呢 走访 把它整 画面上所呈现的 我们的定位点都会 集中在 这样的一个 地图上 等一下再教大家怎么样去使用它 第二个当然就是比较重头戏的 就是 保安宫 保安宫呢 他这里呢 办的就是 欢喜罗古满客请晚会 所谓的晚会当然就是晚上的 我们请小伟来介绍一下 那他这个地方表演的 主要就是去年表演优胜的 学生组跟 社会组 还有邀请从 外地过来的 团体 也就是我们会同时的呢 邀请我们在地或者是以前 国内外知名的古异团队 还有本届的优胜团队以及在地优质的客家歌谣跟舞蹈表演团体呢 一起来参与演出 那希望可以借此去展现我们花点客家多元族群融合的特色 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 好 那这个时间呢 是在晚上的 6点半到9点半 那大家也可以呢 去感受一下 这个活动的魅力 比较特别就是呢 我们标注的 第三个点呢 就是 我们的巴拉增的 长眠文化馆 那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会标注它就是 从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区域 它的 一个文化的一个历史 那里面呢 也有很多 的 资料 不管是文卧也好 或者是照片也好 那这个长眠文化馆 巴拉增的长眠文化馆 它是在复原火车站的左侧 原本呢它是铁路局的一个废弃仓库 但是它仍然保有一个日据时代的一个建筑风格 它的建筑外墙呢 装饰有许多的蝴蝶 因为我们知道说 复原这个地方其实 在以前呢 是 很多蝴蝶聚集的地方 那因为 以前曾经拥有很多蝴蝶 所以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装置 在馆内的摆设就是50年代的农村生活的文化 在墙上也会挂了一些的老照片 像从早期的结婚照到过去家族照 还有甚至于还有 村民的国小的毕业照相当的不一样 甚至也可以看到一些的历史 的老照片 可以看到呢 一个 早期的一个文化历史的痕迹 在馆内呢 其实他们还有设置 老人绘画班 还有那个 乐林食堂 以及呢 我们长辈们的一些的作品 来去呈现了 巴拉征的文化气息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点网也有标注出来 巴拉征是复原地区的旧称 那他包括有复原村 复兴村 以及复明村 这三个地方 复原村呢 它是以客家族群比较多 然后呢 复兴村的是 闽南族群居多 而复原村则是以阿美族群的 比较多一点 所以你会知道说 巴拉征这个地方呢 有时候在 比赛这个打鼓的时候 你会看到 为什么会有原住民的元素 那你也看到 他们的窖顶上面 也许 就是有一个 阿玛的客家花布 其实是因为这个地方 它的独特性 它有很多很多的文化 民族文化是 是在这个巴拉征里面 那复原村 大家会比较耳熟 能详也比较常 常会去那边玩 是因为呢 在复原村内 他用火车站 也有市集 然后再加上保安工 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这里呢 算是 一个商业跟文化的中心 所以人口也比较集中 所以 如果我们要去玩的话 会建议说 要去巴拉征的话 可以从 那个地方来做一个起点 那当然我们在 2018 武王争霸站 我们标注的总共有五个点 包括我们的接驳地方 所以我们请夏威来告诉我们 就是 看我们的点网的地图 我们要如何来使用它 好 那我们这个地图里面就有包括我们今天这篇文章所介绍的所有的点 包括接驳点等等 那我们 假设我们要从瑞税车站过去的话 搭火车 那我们点它 就是瑞税车站 那我们就是 复制或者用它的关键字 到 我们 886首页 然后搜寻瑞税车站 瑞税车站进来之后 那你就知道它这里 就是我们点选 获取 路径 那它就会开启你 手机或者说你 电脑上面的 地图 Google地图 那进来之后你就可以去这边规划你的 路线 那其他的几个点呢也都是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一个一个去搜寻 然后怎么去 所以不管你是从瑞税车站出发 或者是甚至就是我第一个点我先到巴拉增的那个 长明文 文化馆 那我们也可以到这边 从直接到长明文化馆搜寻它 到首页 然后搜寻长明文化馆 进来之后你就可以点到长明文化馆 那因为我886地图它的定位是属于 附近5公里所以在长明文化馆附近5公里里面的点你都可以看得到 也就是我们人 到达的那个定位点之后呢 那我们呢只要一打开我们点网的这一个 这张的地图 那你就可以在周边的5公里 范围之内 不管是这一次文章里头所标的点 或者是呢我们以往大家所介绍在这附近的点 其实都会一并的呢显现出来 那你就可以自由的去安排了你下一个定位点你要去哪里玩对不对 是 那以上呢就是 我们这一集微风的旅程 希望你会喜欢 也希望你可以呢有空的话呢 就不妨走一走看一看 多多的利用我们点网的地图哦 下一次见拜拜 拜拜